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有人干脆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封建 我们越活越回去了 说实话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小题大作 道格拉斯亚当斯在《怀疑的鲑鱼》中做出过精辟的总结 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 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 本来秩序的一部分 任何在我15至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 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现场 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 都是违反自然规律 要遭天前的 这个总结其实放在文化上是一样的 我身边总有同龄人看衰年轻人 就如一些前辈们曾经看衰我们一样 但我始终认为对事物的看法 很多时候是跟环境变化相关的 年轻人对于感情和婚姻的态度 和我们不一样 太正常了 你不去探究就容易无端的得出 封建这个结论 比如说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看到的马文彩是这样的 梁山博则是这样的 而00后10后小时候看到的马文彩是这样的 梁山博则是这样的 柯仁东的粉丝请不要打我哈 我的意思是在《民间故事》中 梁山博 朱英台和马文彩都是符号化的 梁柱代表自由 马文彩代表风险 梁柱是好的 马文彩是坏的 因此按照早期文艺作品 非黑即白的惯性 梁柱的外貌就是好看 马文彩就是丑恶 这跟童话里公主貌美 无婆丑陋的刻板设定没啥区别 但是在现代影视作品中 把这些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具象化以后 很自然就赋予了角色更丰富的性格 甚至有一本的马文彩是由胡歌试验 胡歌演的马文彩啊 嫁给这样的马文彩有啥不好啊 同意的记得乱目歹一 这些影视作品跟民间故事 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虽然也不具备打破封建的说教意义 但从角色来看 观众认为马文彩值得嫁 也没啥毛病 这种情况也压根不是95后00后才存在 你想想 在西游记里 《白骨精》是什么形象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其教育意义还不是不要被外表所迷惑 结果80后眼中的《白骨精》是这样的 甚至孙悟空cross《白骨精》 已经成为西游记改编作品中固定的配对了 除了老板西游记外 这么多年西游作品中 《白骨精》就没怎么当过真正的反派 没人反对吗 也有啊 六小灵童不是批评过 孙悟空《白骨精》恋爱匪夷所思 但是看大话西游长大的年轻人 又是怎么看大的呢 六老师太封建 从此变成了鬼畜素材 所以大家都只是被当时年龄段的影视作品影响了 现在的人觉得年轻人封建 和六小灵童那代人觉得我们乱编 没有任何区别 不信你看我们穷瑶阿姨 那才是时代先锋 跟她一比啊 儿等都是封建余孽 所以很大程度上 年轻人对于爱情婚姻的表达 即使是受当时的传媒影响 注意啊 只是表达上 让年轻人误以为 这是时下最流行的爱情观 婚姻观 世纪初的时候 韩国有部电影叫《我的野蛮女友》 可以说《风靡全亚洲》 也是当时韩流文化的代表作 这部电影开创了野蛮系女友的先河 全志贤至于野蛮 差不多是林波利至于三五 但收下 在这部电影之前 东亚主流文化中 对女主的要求还是 柔弱文静为主 但这部电影让人意识到 原来野蛮的女神也很可爱 这点跟环珠格格大伙后 开始流行《风丫头》很香 当时很多女神尽相模仿全志贤 我们当时班上的女神 都是以奏男生为名 她们未必全看过野蛮牛 但这种标签化的人设 已经深入人气 包括后来国内拍的《河东诗吼》 延续的其实也是这个套路 这种传媒下的情感表达 大部分时候就是标签化和单一化 前段时间在《十三腰》里 繁花的作者金宇成 对渣男这个词就做过一番描述 渣男这个词最最不好 因为什么 本身是非常复杂性的东西 安娜卡丽尼娜里面的《沃人死记》 你按照现在的口吻就渣男 这个也渣男 那个也渣男 你把这么复杂的人性变化 你用这么低能的一句话 就去涵盖它 人不是这么简单可以涵盖的 无论是渣男还是绿茶 某种程度上来讲 确实概括了一些两性方面的特质 但是在泛化的过程中 这些词逐渐固化成了标签 一旦把你打上这些标签 你其他属性就不存在了 只属于人们想象中的角色 说白了 把活生生的 复杂的人 讲话成了纸片人 像一些自媒体 需要编造故事来获取流量 所以就会把这些标签化的东西 不断强化 这样才能更好地制造两性矛盾 突出情感问题 比如过去的咪蒙 就是制造矛盾和焦虑的一把好手 为了淘汰受众群体的欢心 就需要编造一个个故事 标签化一个个角色 其实你看这些自媒体笔下 几乎不会出现什么好人 男人会各种欺瞒 冷暴力 都蛮不讲理的角色 这为的就是调动读者愤怒的情绪 针对女性也是一样 比如我之前视频里提到过的 虎扑的绿色文学 其实不仅是虎扑里有 在给男性看的次类文章中 剧情就是女朋友妻子出轨被抓 然后哭着求和回不盖当初 或者对方娇蛮任性 尤其在彩礼这件事上 诞生了海量的故事 即将步入婚姻的最后一刻 女方家庭狮子大开口 男主角怒玩退婚 最后女方一家回头来求 却吃了闭门羹 男生保平安 然后发现一生平安 哎哎哎 你先弹幕上打 好人一生平安的过分了 不仅是自媒体如此 这种标签化的成功 甚至影响了现在的电视剧 像前些时候大火的三十而已 剧中三个男主 就是非常标签化的存在 陈宇是不关心妻子的渣男 许幻山是劈腿的渣男 杨正贤是借着不婚主义 伤害女性的海王渣男 还有林游泳 是一个用尽手段 毫无底线的绿茶 观众看这些角色 恨得牙痒痒 甚至可以把这些角色 符号化成一把标识 来判断身边人的三观 这些角色的行为 无一不挑逗着观众的怒火 让观众期待看到他们后悔和倒霉 所以陈宇离婚后开始追欺了 许幻山坐牢了 梁正贤被王曼妮打脸了 而三个女主 依靠机械降神的方式 获得了成功 你生气就对了 这些角色的设置 就是用来激发观众怒火 因为愤怒 是人们最容易被挑逗的情绪 只需要把生活中那些讨厌的点 结合在几个角色身上 这几个角色就形成了人形靶子 供观众谩骂宣泄 这种模式如今在电视剧创作中 屡见不鲜了 包括之前的欢乐颂 都挺好等等 都会刻意铸造这种奇葩人设 未来大家还会看到更多的电视剧 使用这种方式 戏剧化社会上的矛盾 刺激观众的情绪 然后把角色作品 一次次送上热搜 离开了这些奇葩人设 现在的电视剧 都不知道该怎么拍了 像我最近看的《以家人之名》 前面还在好好讲温馨的家庭故事 看一局大劫 豆瓣评分一度在8.5以上 观众满心祈求 不要狗血 不要三角恋 然后编剧手起刀落 搞了个七角恋 从《以家人之名》 变成《以家人之名谈恋爱》 评分暴跌到7.6分 如无意外的话 还有继续下跌的空间 这些自媒体和电视剧 又反过来影响了 读者和观众的认知 给了他们一套 更具体的贴标签的方式 于是你就可以看到 每当这种剧热播之后 就是各种关于绿茶渣男讨论的紧喷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没有那么单一 人是很复杂的动物 很难用其中一面去定义 这些标签 不仅框死了我们对别人的认知 也框死了我们对自己的认知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的是 梁柱这个故事 对于几代人的意义是不同的 在我们接受的教育里 马文才代表封建 梁柱二人代表的是 通破封建道德枷锁的勇气 但是在电视剧和自媒体的影响下 这些原来的符号被重新解构 马文才的角色转换为 有钱有盐 爱而不得的马无情角色 年轻人因此认为 更应该嫁给马文才 丝毫不意外 在这样的背景下 将年轻人的恋爱观上升到封建 或是保守主义的回潮 显然是小题大做的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大环境的变迁 在过去 我们没有恋爱与婚姻的自由 即使在我们父辈那一代 没人牵线父母介绍 依然是恋爱与婚姻的主流 因此在那个时候 自由才是年轻人最追求的东西 但是今天的情况截然不同 现在的年轻人都拥有 恋爱自由 婚姻自由 自由已经不是什么金贵的存在了 每个人在其中看到的东西 都是和当下息息相关的 既然我已经拥有自由了 我再解读梁柱 考虑的其实是更现实的事情 现在的年轻人最在意的是什么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自媒体 在情感问题 最喜欢贩卖的焦虑就是 门当户对的概念 你去百度一下门当户对 满屏幕都是诉苦 讲述自己嫁给了一个 门不当户不对的老公之后 悲惨的婚后生活 典型的案例就是凤凰男 这个词在互联网上 简直如有原罪一般 但凡电视剧和自媒体里 都会把凤凰男设置成 恩将仇报的典型 还要给他配置个 极其苛刻的老妈 和一堆奇葩兴起 就是为了告诉城市女性 千万不要嫁给农村男人 同理还告诫男人 不要娶福地魔 如果女房有个未婚的弟弟 就算她是刘亦菲 也万万不能跟她结婚 问题是 这些作品真的宣传的是 门当户对吗 当今的门当户对 逻辑已经变成 两个人在一起 必须要三观一致 而三观大概率 跟你的原生家庭挂钩 所以决定两人 是否能在一起的条件 从相爱变成了出身 与其说是门当户对 不如说是阶级固化的焦虑 怂恿年轻人去找阶级更高 更有钱的对象 一直于出现了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这种梗 站在这个角度去想 马文才这种 又有钱又喜欢对方 加上电视剧美化过后的颜值 成为年轻人想象中的良配 有什么奇怪的呢 只不过人们用现代的观念 重新去解读了梁柱而已 而且我觉得吧 这种对于年轻人的担忧 代代都在发生 我们父辈担心我们看动漫 会影响价值观 担心看大话西游 孙悟空爱上白骨精 是对假恶丑的妥协 最后我们如今担心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马文才 就是梦回封建 毫无区别 我一直强调的 传媒主要影响的 是我们对爱情婚姻的表达 但并不意味着改变了 我们对爱情婚姻的态度 回到现实中 我们依然会因为各种原因 对一个人心动 所以不必担心 人类的文质 不过是复读机吧 消费 商业 动漸 仅在IC实验室 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馆长 我们下期再见